然後他就說你一個女藝人 就在夜店大門口變成 我說什麼意思 彩虹兔 哇 然後就被罵得很慘 然後那時候通告來發 我們都一律都先推掉 喝到斷片 這個一定會發生 因為大家去新醫區一定知道 我們不會待在一家店 我們要走店 就是到處走 走到某一家店的時候 就是還在那邊等 哇 這時候跟你講風光了 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是某一家 然後他走出來看到我說 某你怎麼在這裡 我說沒有 就跟朋友一起在隔壁家這樣子 他說那你也想要來我們這邊嗎 我說有位置嗎 他說你要當然有 我直接喬一個包上來 喬包直接刷你 馬上走路有風 大家自我相想說太帥了 我說酒我買 開始點 然後大家就開始點 然後因為店家也會招待 我記得他們還一直送那個下杯 就一直上 一直上 一直上 然後在我印象中最 因為我太開心 我覺得太風光了 我就一直喝 然後我最後的印象是停在 那一家夜店 我們坐在包廂裡面 然後又有一個很帥的服務生 他就送了兩盤下 上來 然後我就拿他一盤 然後我自己一盤 我說來 對喝 對尻 最後的印象 就是一人一排這樣 對尻 對尻 我最後印象在這裡 然後因為本人 男朋友當時也在場 然後隔天起來 我就問他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幫我記憶拼圖一下 他說昨天大概是這個樣子 你就是喝完那個下杯 然後現場有人說 我們帶我去唱歌 你還說好 我們去唱歌 我們訂包廂這樣 然後電話掛掉之後 我又轉頭跟我男朋友講說 然後他就說你要回家 我說對 我要回家 我不舒服喔 然後他說好 那我帶你回家 我們到了夜店一樓之後 他說你太誇張了 你這麼知名的一個女藝人 你在夜店大門口 自己一直加油 對 沒有 憲哥 他以為你還在睡 他以為你還在睡 又讓憲哥 現在憲哥已經醒了喔 好不容易醒了喔 要注意 要注意 這麼早 知名的一個女藝人 你已經醒過來囉 我完全沒有什麼口罩帽都沒有 沒有任何遮掩 沒有 完全沒有 然後他說你一個女藝人 就在夜店大門口變成 我說什麼意思 彩虹吐 哇 好像 沒錯 他說而且你吐得我滿腳滿脊 的都是 我說真的假的 他說你還不甘願回家 你還跟我想說 你朋友在信義區開了一家店 你要去找你朋友 他還帶我去找朋友 然後我完全都失意 然後從那一刻開始 我男朋友說 太危險了 酒牌被收走 真的不要走 真的不能這樣走 喝酒還是要增濁 太開心了 適量就好 妳上節目闖禍了吧 闖禍其實我也是滿無辜的 因為就是我們上了一個節目 然後要聊一些家裡的事情 然後就說 當時就有聊到說 我爸爸在馬來西亞 我們那個地區 就是他有在種水果 然後就是我們那邊的大盤這樣 就是所有的商店 什麼都是跟我爸爸批貨這樣 然後他們就說 哇 你是榴槤公主耶 你超有錢的 然後什麼 你為什麼要進演藝圈 你們就繼承你爸的家產 你就好什麼 就開始就 對 大家就開始這樣堆疊 然後開玩笑這樣 說了很多怪怪的話 播出之後就真的就嚇什麼 榴槤公主啊 什麼身價多少錢啊 然後月入四百萬 對啊 然後 然後新聞就出來了 你知道嗎 然後開始就被攻擊 就是所有人就說什麼 明明馬來西亞最大的榴槤商 是誰誰誰誰誰 你憑什麼說是你家的幹嘛 但其實我根本沒有講啊 不是你說的 我根本沒有講這個東西 我只是被嚇那個 很誇張的標題下 你解釋他也不聽 他說你明明就有上這個節目 你還說沒有 然後我就也沒有辦法解釋 而且當下到底怎麼講 怎麼簡介你也真的不知道 然後就被罵得很慘 然後那時候通告來發 我們都一律都先推掉 就想說風頭上我們就先不要 我們到這種地步喔 對 這種蠻嚴重的 這個新的一年馬上就要開始了 祝三立新聞網的朋友們 祝各位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祝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龍年 天天開心 天天開心 開心 天明明天就可敬笑 心想世神 幸福滿滿 新年快樂 祝大家新年快樂 龍年行大運 龍年行大運 身體重如龍 龍年行登 龍年行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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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 婿